在民族与民主之间,英国混合限制的没落与军事、工业共同体的成长。 整理者著,本文中,加入了东川斗的注释,谨致谢。 英格兰混合限制以习惯法为根本,数百年来一直是英国人自豪感的源泉。 早在玫瑰战争时代,弗蒂斯丘爵士就说过,在英格兰亡国,不经三个等级的同意,亡不制定法律,也不向他们的臣民抢争捐税。 他断言,英格兰限制之所以优于,以罗马法为根本的,大陆绝对统治,原因就在这里。 无疑,这是理查二世时代宪法斗争的语音。 随后,兰开斯特王朝开创了第一个国会黄金时代。 在十七世纪内战前后的宪法斗争中,爱德华苛克爵士又一次重申古老混合限制的优越性。 随后,光荣革命开创了第二个国会黄金时代。 在立宪君主制政治习惯,The Convention of Constitution,的鼎盛时期,大卫修摩将英格兰限制与罗马限制相提并论,因为二者都是各等级共治的混合政体,而且都以习俗成立的自然生长,而非人为立法为基础。 直到十八世纪末,维护混合限制,普通法,习惯法,国民自由与特权,liberties and privileges,几乎就是一回事。 这些宪法理论都以封建欧洲寄存的政治资源为末世前提,然而这种资源既非普世存在,也非永存不灭。 天赋高贵和生而自由的古人总是将一人统治视为暴政和见证的一种形式,难以理解合法巡立的君主制概念,因此他们对嫡系君统与长子合法继承权完全无知。 而二者对于保持王位继承顺序,避免内乱和篡夺的邪恶,保证在位君主的安全感,从而产生温和节制的政府。 十分重要。 这些都是封建法带来的新事物。 这种政治资源只有未经启蒙的新生民族才能享受。 为希腊罗马文明装链的建筑政治,The Tyrant Politics,和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君主的暴政不是源于缺乏理性的,蒙昧和迷信,而是源于,解构理性的,赤裸权力固有的不安全感。 建政正是由于对自己的处境具备非常理性的认识,才不得不依靠赤裸权力自卫,将法律降低为实证主义意义上的政治工具,从而将民族历史上残余的政治资源消耗殆尽。 这样的建政不可能自发产生法律下的自由,The Liberty Under the Rule of Law,因为它已经没有能力建构和敬畏任何无形原则。 它早已完成了理性的启蒙和对理性的解构,提前进入文明的暮年或后现代的动物化生存状态,准备充当其余民族的原材料。 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没有经过启蒙,更不用说解构。 他的一切暴力都是某种无形原则的仆人,还不知道自己为自己服务的赤裸权力的意义。 中世纪观念将法律视为神义和习俗确定的永恒自然秩序,建越成立的意义和亵渎神明相去不远,具有绝对负面的色彩,因而人人必知为恐怖极。 封建君主依据习俗和成立而统治,他的权力如此微弱,只限于他和少数教俗领主的私人契约,几乎不足以称为政府或国家,以至于用现代国家观念来理解显得非常不伦不类。 封建君主无论如何残暴、不易、不得人心,他的权力只能接触到极少数以政治为终身事业的人,而法律和习俗之下的自由是先于任何政治活动而存在的背景,而不是政治斗争的对象或内容。 这种自由极不规范,极不安全,不能保证任何人的物质利益或福利,但法理基础却比近代各国已成文宪法保证的自由更为稳固,因为习俗和自然秩序不能人为制定和修改,而宪法本身就是人为制定和修改的产物。 事实上,创制立法权,the constitutional power 的意义就是通过立法来规制社会和人民生活。 普通法家一开始就认为创制立法权的无限性质就是专制权利的一种,即使将权利的来源由君主改为人民,也不能改变其专制性质。 法国大革命以后,随着政治参与范围日益扩大,政府的管制范围日益扩大,尤其是公共事务对个人生活的影响日益扩大,距离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那种封建歧视的理想越来越远。 两种理性,两种启蒙,最后必然分道扬镳。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主义者从创制立法权不断压缩私人空间的趋势,看出人民权利危害个人权利不亚于君主,转而与保守主义者合流。 民主主义者从个人自由妨碍社会工程,私人产权妨碍社会福利,司法形式主义妨碍人民绝对主权的现实看出,混合政体和个人自由的古旧理想正在成为人民主权和社会进步的绊脚石,转而为社会主义者开路。 16世纪,英国限制屈服于绝对君主制理论新潮远比欧洲大陆更迟缓,更不彻底。 19世纪,英国限制屈服于单一人民主权理论的情况也是这样。 不过,较之14世纪和18世纪,历史潮流显然已经转向相反的方向,时代趋势仍然向亲时混合限制的方向移动。 这一次,民主与民族取代王权或交权,成为主要的亲时力量。 从19世纪中叶起,国民,people,一词才开始集中了民主与民族的概念。 在此之前,这个词几乎就是纳税有产阶级的代名词。 这个阶级的人数约为80万,接近于英格兰成年男性人口的六分之一。 从爱德华科克爵士时代的1621年国会到1832年改革,英格兰选民团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变化不大。 从布拉克顿到阿克顿勋爵,宪法理论家谈论的混合限制就是国王、贵族、韩教会长老和上述纳税阶级的共治。 真正的穷人既不能像贵族一样作战,又不能像国民一样纳税,虽然身在亡国地理范围内,但不在亡国政治共同体制内。 法国大革命促然改变了欧洲的政治逻辑,帮国存亡从此细于全民组成的群众性大军。 封建宪制建立在贵族歧视对政治共同体的保护义务之上,有产者分享权利的合法性细于他们的筹款能力。 一旦雅典市群众大军卷土重来,无产者血税的分量压倒了有产者的金钱税,雅典市普选制和人民主权也就不可避免。 从1789年到1918年,欧洲所有邦国都走完了从等级分权到人民主权的路程。 国民,people的定义变成了民族共同体的全体成员。 其实,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就是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形成的。 如果政治共同体仍然只包括军民的一小部分,欧洲就会仍然只有地方主义,没有民族主义。 从邦国到民族国家的道路和从等级分权到人民主权的道路是同一条。 法国以跳跃倒退在跳跃的方式走完了这条路,英国以小步慢走。 持续前进的方式也走完了这条路。 我们无需多谈1832年、1867年、1885年的议会改革如何在两党竞争性推动下完成, 约瑟夫·张伯伦如何将俱乐部式贵族政党改造为企业式群众政党, 只需要注意,普选化加强了,或者不如说创造了民族共同体的团结纽带,也就扩大了不同民族共同体之间的鸿沟。 在此之前,无产者与各邦的关系近乎观众与演员,各邦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近乎不同板球队。 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战争升级,直至世界大战和总体战,都要在这种背景下才能充分理解。 财政保守主义,以及英镑光荣的200年恒定币值,的灭亡,福利国家,以及赤字财政与通货膨胀,的进展,军事、工业共同体的成长,都是这条道路的自然结果,或者不如说,是混合限制退化的不同侧面。 战争是制度创新之父,广义的武器制造业与人类文明同兽。 然而作为政治、社会特殊利益集团的军事、工业共同体,大体上是产业革命与民族国家的产儿。 吊诡的是,产业革命发源地英国与此道颇为落伍。 大陆列强军、公共同体在法德斗争中成行数十年后,王牌大国才极不情愿地走上同一道路。 有此差异,不能不归因于维多利亚朝自由主义者忠于其基本价值观,对军、公共同体隐含的国家机会主义性格借心极深,视为可能侵犯昂格鲁传统自由的一大隐患。 然而,军备竞赛的残酷性已经不能容许任何不能支持巨型常备军及昂贵军械开发生产的古老自由完好无损。 军工一体化、财政社会化、政治大众化构成环环相扣的洪流,不容回舵。 如何保证大众民主化无碍于传统自由,巨型常备军,不危及立宪政府,军、公共同体不毁灭自由企业,这是一项整体性的任务,一项前艾森豪威尔的艾森豪威尔式任务。 温斯顿·丘吉尔在1922年宣布这项比解散克伦威尔新模范军更为艰难的任务业已圆满成功时,他有理由自明得意。 色当 色当 色当会战发生于1870年9月1日普法战争时期,结果为普军俘虏了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法兰西第二帝国唯一一位皇帝,拿破仑,波拿巴及拿破仑一世的侄子和继承人,及其麾下的军队。 虽然普军仍需要与新成立的法国政府作战,但此战实际上已经决定了。 在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及其盟军的胜利,为欧洲换了一个男主人,也就宣告了华铁卢与维也纳体系为大英帝国提供的战略安全期已经接近尾声。 最终决定因素在于,工业革命寻其自然之势,已由不列颠列岛向全世界扩散。 早在19世纪50年代,法兰西第二帝国,法兰西第二帝国,又简称为第二帝国,是拿破仑三世,在法国建立的君主制政权,1852-1870,后与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而先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结束了长期折磨国家的政治动荡,迅速回到科尔贝尔主义,让巴普蒂斯特,科尔贝尔,张伯蒂斯特·科尔贝尔,1619年, 8月29日至1683年9月6日,是法国政治家,国务活动家。 他长期担任财政大臣和海军国务大臣,以国家干预促进军事工业发展的老路上来。 巴黎战略家运用拿破仑的记忆和拉丁大家庭的发明,流露出廉价击破七海霸权的古老诱惑,唤醒了曾被纳尔逊,霍雷肖·纳尔逊,1758-1805,第一代纳尔逊子爵,英国著名海军将领及军事家,在1798年尼罗河战役及1801年哥本哈根战役等重大战役中带领 皇家海军胜出,在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战役击溃法国及西班牙组成的联合舰队,但在战斗中重弹阵亡,驱散的布洛涅大军,1805年拿破仑在布洛涅集结18万法军,准备入侵英国,但是要让大军安全渡过英伦海峡,他必须取得制海权。 10月21日,法国西班牙舰队在西班牙特拉法夹角附近海上遭到由英国海军上将纳尔逊率领的舰队猛烈攻击,全军覆没。 从此,拿破仑在没有能力跟英国争雄海上,带给拉芒什海峡,即英吉利海峡,又名拉芒什海峡,即法语音译,英语,English Channel,法语,Logmont的恐怖。 然而,真正的噩梦还要等到老家长维多利亚,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英国汉诺威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也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在位时间长达64年。 其后代很多都与欧洲各国的王室成员联姻,因此被称为欧洲的祖母。 第一次世界大战,即这些亲戚之间的功伐,去世才会开始。 这时,表兄弟特德和威力分别登上温莎和波茨坦的宝座,表兄弟威力和特德,即德皇威廉二世,1859-1941,1888年到1918年在位,和英王乔治五世,1865-1936,1910-1936年在位,威廉二世的母亲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大女儿,乔治五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子。 所以二人是表兄弟。 波茨坦和温莎 波茨坦是德皇宫所在地,一战期间乔治五世为安抚英国民心,放弃德国姓氏改姓温莎,费希尔,约翰,阿巴斯诺特,费舍尔,1841-1920, 英国皇家海军历史上最杰出的改革家和行政长官之一,他对英国海军各个领域进行了广泛的探索,通过他的努力,英国海军得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确保海上优势,从而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波茨坦,与提尔皮茨,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1849-1930, 德意至帝国海军元帅,德国大洋舰队之父。 他的造舰计划极大的恶化了原本良好的英德关系,海军上将得以大显身手。 不过,这一次在帝王和军人的背后,站着蓄日东升的摩洛克,摩洛克,摩洛克,又名麦拉克。 在古老的陕族文化中,摩洛克是一个与火焰密切相关的神奇,因而常被翻译为火神。 因为与其有关的迦南及巴比伦信仰伴随着将孩童烧死献祭的习俗,故其被后世称为邪恶丑陋的魔鬼。 现代人更多地将之翻译为炎魔,巨神,普选制,大众民主,群众性民族主义。 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1856-1921,曾于1909年至1917年间任德意志帝国首相,因此悲叹,弱势政府正在受到强势民族主义驱动。 斗争不再是王室,贵族之间的废恶破赖是禁忌,而是全民族与全民族之间胜利或毁灭的总体战。 永别了,金锦园,The Field of Cloth of Gold,会议金旅帝,英王亨利八十和法王佛朗索瓦于世于1520年举行为增进有益的会议的会场,位于金法国巴兰盖姆镇,海滨城市加莱附近。 在当时属于英格兰的领地,两位文艺复兴王子的会面极为华贵奢侈,的豪侠一列。 永别了,身世贵族的欧洲。 阿尔弗雷德·克鲁伯,克鲁伯是19到20世纪德国工业界的一个显赫家族,其家族企业克鲁伯公司是德国最大的以钢铁业为主的重工业公司。 在二战以前,克鲁伯兵工厂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军火生产商之一,其在世界精神的骏马上,日尔曼的组织天才通过军事工业共同体发现自我,是将一血红宝,即威廉·冯红宝,1767-1835,柏林红宝大学的创始者,也是著名的教育改革者,语言学者,即外交官,自由主义者。 其与拿破仑分别代表了当时德国统治者眼中的西方文化与军事入侵,与拿破仑带来的西方文化入侵支持。 强大的劳工组织应验了贝贝尔对铁血首相的预言,社会主义是军国主义的预备学校。 德国自由主义在左右两线夹击下,像他的保护人弗雷德里希·威廉太子一样短命。 斯宾塞·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他将最早将进化理论的逝者生存应用在社会学,尤其是教育及阶级斗争之中,也因之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 与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边沁后功利主义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著有,论自由,德英国站在自由主义历史抛物线的顶点,工学,工学,英文,Public School, 指英国的私立精英学校,男子汉对不受律法的下流人及普林的诗句,满怀鄙视与厌恶,注视这头怪兽的成长。 厌恶,是的,但不是逃避,英国的骄傲就是神态自若地相信最坏的事情。 1884年格莱斯顿改革 1884年,英国自由党为了在农村争夺选票,缓和农村居民要求政治权利的斗争, 在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政治家,曾次任英国首相,的推动下,进行了第三次国会选举改革,并颁布了人民代表法。 该法案规定,再次扩大公民权,把1867年曾授予自治室的公民权扩大到郡的工人、房客及其家庭,重新规定选民的财产资格, 无论是在郡和自治室,每年只要有10英镑价值的任何土地或住房的人, 即有选举权,建立一种新的内部服务资格,主要是给在郡的工人,男,尤其是农业工人的选举权,为不出代议事就不纳税的有产阶级选举制定下了第一颗棺材上的钉子,此后,有产者纳税人将永远成为选民团中的少数派。 由有产阶级纳税人选出的小众国会基于自身利益,自然恐惧国家预算膨胀及税负增加,是自由主义最好的盟友。 普选型大众民主实现了托克维尔的警告,多数穷人将从国家订货增长拉动的经济繁荣,就业增加中获益,而为赋税增加而买单的少数富人,堂必无力当车。 军国主义的大门自此打开,任何公正的历史学家都难以否认,正是大众民主扮演了红太尉勿走妖魔的角色,以善心铺平了通向世界大战之路。 风云人物费希尔,此刻不过海军上校,普次茅斯海军炮术学校司令官,正是在这一年初试牛刀,为武力支兵工厂,位于东南伦敦的吾尔维奇地区的戴尔广场,Dial Square,皇家阿森纳的武器制造厂, 其工人1886年成立了阿森纳足球俱乐部,前身为戴尔广场足球俱乐部的设备更新大上调陈,一切开支归于以大众民主分水岭而名垂主博的,1884年格莱斯顿预算案。 不过,维持武力支兵工厂与民间企业的公平竞争仍是它的基本出发点,法德两国的战略家大概不会受这样明确的价值偏好牵制。 以皇家海军为例,1884年破天荒的1000万英镑预算迅速膨胀为1904年的3500万镑,冲向1914年的4800万镑,此间物价基本平稳。 1913年,英国本土劳动力的六分之一依靠海军承包为生。 当年罗马军团主宰三大洲时,为军团服务的人口从未超出帝国劳动力的二十分之一,已经足以构成操纵国运的核心利益集团了。 费希尔军工体制对官僚主义的不信任及对公平竞争理论,即1886年承诺,海军军械局有权向私营厂商购买任何产品,只要比皇家兵工厂交货更快或保价更连。 此时的海军军械局长正是费希尔本人的留恋可以说为英国免疫了一切分立集团中最危险的一种。 当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承诺为初始条件敏感性、路径依赖理论提供了活证据,奠定了私营军火商对皇家兵工厂的长期优势。 由于战舰装备代表了当时的高薪科技、巨型后堂炮、炮塔及其他复杂设备无不需要巨额预付资本,大规模技术升级需要研发基金,风险投资尚不计入,以规模经济保证利润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皇家兵工厂以本国政府为唯一买家,市场天然狭窄,不能推行大规模生产,成本相应上扬,不能与那些,不爱国地,为全世界市场生产的民营企业作有效竞争。 此类劣势尚有循环扩大知识,海军当局日益倾向于简洁而可靠地购买阿姆斯特朗公司或维克斯公司的现成产品,不乐于拨款等待皇家军工厂缓慢、昂贵而不可靠的开发项目。 其结果,20世纪前三分之一的军事技术革命与皇家军工厂无援。 于是,1886年游戏规则为皇家海军与民间企业的长期合作模式确定了轨道,从此马行在家道内难以回马,国有重工业利益集团携制国家命运的乌云又一次远离北海,飘向欧亚内陆。 武力支兵工厂与皇家海军造船厂仍然为军备升级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他们很少进行重大技术革新。 极少数的例外,如怀特黑德的自行鱼雷,是在发明者已经完成研制工作后,出于爱国心将发明奉献给陛下的海军部,才交由武力支生产的。 倘若发明人援引专利法、自组公司生产,或高价授予民间企业生产,武力支也无可奈何。 事实上,大多数发明家都做了后一种选择,如同名机关枪的发明者马克新爵士,1840-1916,1884年发明了马克沁机枪,1901年被维多利亚女王封为爵士,及其公司。 与常见的政府,以国家利益为辞,接管私营企业相反,一再出现政府军火专家,器官下海自制军火,或投入私人军火公司任要职的场面。 如海军上校阿斯特利·库伯基爵士成为新建的诺敦菲尔德公司董事长,海军上将薄熙·斯科特爵士将业余发明出售给维克斯公司,海军上校安德鲁·诺布尔投入阿姆斯特朗公司,最终升任该公司领导人。 此类行为模式,在某些国家,必然引起叛国罪审判,尤其是上述私人企业,经常将新式武器授予外国,包括那些对英国远不是友好的外国。 然而在英国却成为官民良性互动的典范,使得军方获取新武器的速度比自行生产更快,在研发过程中扮演了一个特别重要角色的授意技术,尤其有赖于此。 所谓授意技术,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反馈回路,军方为私营公司提供必要的保证,军方技术专家为新武器性能提出具体要求,由公司工程师自行设计,公司自行生产。 因而就结局而言,发明是有计划的。战略与战术计划决定了武器发明而不是相反。 高风险,零星产生的个人发明家模式显然不能因应全民战争的需要。 随着开发成本瑞生,发明家日益让位于集体发明流水线。 速射炮的发明就是这一模式的例证。 费西尔的密尤瓦瑟尔对这一武器设计起了关键作用,而最终成品的改良有赖于诺敦菲尔德公司与阿姆斯特朗公司的竞争。 军方专家完全可能独立完成最初设计,但皇家兵工厂很难做到两家私营公司为征盛而实现的多重改版。 仅在1894至1914这十年时间内,皇家海军舰支的航行时速提高了一倍以上,为费西尔体系做了极为有利的证明。 任何经济、技术变革都会在社会、政治层面留下痕迹,军备竞赛不但增加了财政预算的数额,而且使得财政家无法事前确定所需预算的具体数值。 尤其是涉及新发明的问题,毫无弹性的预算列表将使大量极有希望的发明胎死腹中,从而使英国落伍。 军方的解决办法是以向伦敦银行家借款为权宜之计,这样做的结果是架空了议会的财政控制权,使其功能局限于事后争论是否追认某些贷款支出,或是否新设税募填补漏洞。 在民族狂热高涨的年代,议会很难削减军事开支而不触怒选民,于是以宰割妇人为原则的歧视性累进税进入历史舞台。 阿斯奎斯的1906年和1909年预算案充分证明,自由党政府有将普选大多数意志至于自由主义原则之上的倾向。 1911年8月18日,上议院对劳和乔治、大卫、劳和、乔治、1863-1945,英国自由党政治家,1916年-1922年间领导战时内阁,打败德国并出席巴黎和会,1926年-1931年间担任自由党党魁, 在任期间,引入多项改革扩展社会福利,被认为是福利国家的创始人,提案的否决被推翻。 此案自身就创造了一项新的成立,使得贵族的残余宪政地位彻底崩溃了,此后的英国历史可以一字不提上议院而毫无缺陋。 这次预算斗争直接影响到几大公司的生死存亡以及若干关键选区的就业问题,竟使在野的保守党转而为劳工、军国主义联盟而战斗, 远在工党或布尔什维主义得势之前,就像哈耶克心目中的奴役之路狂奔而去。 自由主义事迹不带外敌,自身已是由禁灯哭了。 1907年遗产累进税是贵族阶级毁灭的开端,同样不是工党的阶级报复,而是自由党对群众民族主义和军备竞赛的逢迎。 只有温斯顿丘吉尔满意的回忆,大家原先争论无畏见该造四艘还是六艘,妥协的结果是决定造八艘。 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温斯顿丘吉尔。 尽管有这样喜出望外的妥协,皇家海军仍需挣扎着维护横行七海四百年的双强标准,这一标准,皇家海军必须超过第二位及第三位海上强国海军实力的总和,原本只有独一无二的世界工厂才能从容支持。 无畏见计划为提尔皮茨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1849-1930,德意志帝国海军元帅,德国大洋舰队之父,无畏见计划制定者,提供了等待已久的大理,社会民主党,主张只能支持针对俄国的陆路国防经费,以外的一切政党高唱, 德意志至高无上,团结在以霍亨索伦皇室,霍亨索伦家族是欧洲的三大王朝家族之一,曾为伯兰登堡,普鲁士,1415年至1918年,即德意志帝国,1871年至1918年的主要统治家族,为核心的民族复兴大业中。 英德造舰竞争毁灭了极有希望的1905年张伯伦、亚瑟、内维尔、张伯伦、1869-1940,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937年到1940年任英国首相,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对希特勒之纳粹德国实行绥靖政策的主要制定者,英德协约,欧洲的平衡者在自己都还没有充分意识到的情况下,投向,致命盟约。 法额同盟,零和游戏开始了。 随着烈日的巨炮轰鸣,爱德华·格雷勋爵,爱德华·格雷,1862-1933,英国自由党政治家,1905年至1916年间任英国外交大臣,1923年至1924年间为自由党上议院领袖,整个欧洲的灯火正在熄灭。 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将不会再看到他们被重新点燃为大战爆发时的传世名言,叹道,欧洲的灯光熄灭了。 然而,军部专家与他们的工业家伙伴坚信,由于他们的努力,英格兰从未如此强大,如此高效,如此严密,如此先进。 他们是正确的。 正是因为他们的成绩卓著,新的大战才会前所未有的残酷,前所未有的恐怖,前所未有的彻底,前所未有的痛苦。 自共和罗马王后,欧洲不知道全民总体战已经两千多年了,人们心目中的战争仍然是绅士的战争。 然而,十六以上四十以下的丁南,或者说整个民族将高唱凯歌肥沃佛兰德的泥土,英素红花将永远伴随破灭的希望,虚致的精华。 工学绅士不再是英格兰,欧洲不再是世界,人类不再是文明人,自由主义也不再是未来。 大战中的军事计划当局,而不是卡尔、马克思或社会民主党,为子孙创造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型。 军事、工业共同体到处升格为国家的心脏,但各国仍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德军将领既能指派企业家,又能操纵皇室与政府。 鲁登道夫统治经济,埃里希·鲁登道夫,1865-1937,在其著作《总体战》中提出,战时应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政策,实行中央集权统治经济,在技术意义上的完美和彻底,后人从未超越。 为其如此,在充分动员一切可用资源后,最后一击仍然不能攻敌海峡,接下来就不再有可攻计划的人力物力残余存在了,德国的总崩溃与总体战同样彻底。 小农的法兰西又一次把独裁权交给了雅各宾氏,雅各宾专政,又称恐怖统治时期,雅各宾派在处决国王之后实行全权统治,严格限制物价,并大量处决反对者,政府,国会修会,实质上冻结宪政,在从未工业化的内地推行行政指导的军工建设。 在英国,阿斯奎斯,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1852-1928,英国自由党政治家,1908年-1916年出任英国首相,因为战事失利等原因,1916年12月被迫辞职,由劳和乔治接任,体现的贵族自由主义败给了劳和乔治体现平民民主主义,但国会绝不放弃最高权力。 英国的计划经济重点在金融。 自拿破仑战争以来,直到美国接替它的负担,它充当盟国的银行家,都是最为胜任和愉快的。 即使在军资供应最为紧张的1915年,新成立的军需部仍不乐于改变费希尔体系的军商关系。 主要的改良仅限于扩大劳动组合在军需生产中的作用,1926年罢工委员会与抵制罢工的志愿服务团都以战时协调为母版。 结果,盟国兵工厂的任务反而落在农业法兰西身上。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甘当配角的英国。 贵族在棺木中,自由主义在担架上,但立宪政体依然健在, 新锐的群众民主与过去的贵族和布尔乔亚一样保守,这里仍然有英格兰。 欧洲的灯光再也没有点亮。 环乡的军人面对一个陌生的社会,这里没有他们原来的位置。 他们将成为布尔什维克、弗兰格尔、卡普民族团、卡普暴动。 1920年3月13日发生在柏林,由沃尔夫刚、卡普博士领导的保皇党未遂政变。 英国防部执行凡尔赛合约规定的裁军计划而起,铁血十字架、法西斯、热尔曼民族社会主义的干柴,等待下一次的火, 好用他们业以习惯的暴力文化摧毁19世纪游戏规则。 唯有英美两国,复原者平静地返回社会,温斯顿、丘吉尔有理由自豪。 英国正因为战事对工业结构的干扰相对较小,战后削减军备必不可免的痛苦,也就相应较轻, 费希尔体系再一次证明叫雅各宾动员或鲁登道夫统治更有弹性。 但是,有一件事永远改变了,今天的劳工、昨天的军人已经了解自己的强大。 战时高薪不可能削减,战时劳动组合不可能后退,全民兵役必须导向全民普选。 在这场漩涡中,古老矜持的自由党虽有劳和乔治的一翼迎合,还是沉默了。 保守党人证明自己更为机会主义,更为群众路线。 然而,二十世纪属于劳工,唯有他们才是大战的继承人。 爱德华一招,爱德华七世,1841-1910,1901-1910在位,的景气原有军备开支的拉动作用。 乔治一朝的萧条也语,以裁军为中心的,复原疗法不可分离,早在凯恩斯理论成胎以前,凯恩斯式实践就已经存在了。 只要劳工垄断持续上升,维多利亚自由主义就不可能恢复。 乔治朝失忆的自由党人首先起领于凯恩斯,保守党人用其实而聚其名。 麦克唐纳国民政府,1924年1月,麦克唐纳带领工党竞选获胜,成为英国历史上首位工党籍的首相, 后又于1929年再次出任首相,未能完成的,爱德里政府,1945年,爱德里带领工党击败丘吉尔并出任首相, 后积极推行凯恩斯主义,推行全民就业等福利政策,尽其全功。 英国仍然要做人类的楷模,这一次不再是自由主义的典范,而是福利国家的典范。 社会化意味着,在和平时期对全民实行战时协调, 为国工作的工人将像以往为国现身的军人一样, 有权享受永久的国家关照,也必然承受更多的国家监控与迅规。 在这场和平革命中,军工工人作为技术最高,组织最良,经济最富的劳工集团,始终是赢家。 贵族在两次大战和战后都是最大的输家。 他们不仅在一战中身先士卒,丧失了大部分精英,而且承受了最重的战争和社会福利开支。 根据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标准,阿斯奎斯内阁的所得税已经无异于抢劫, 战后这种,针对富人的歧视性税收又增加了三倍。 1941年,丘吉尔的保守党政府将所得税税率提高到破天荒的97.5%。 无需工党,他们在图解历史中独占了贵族杀手的角色,上台。 上台,混合限制已经所剩无几。 众所周知,英格兰混合限制的核心就在于各等级分享权力。 贵族长期居于限制的核心地位,一再成功地抵制了君主扩张权力的企图, 这是英国历史路径有益于欧洲大陆,更不用说东方的主要原因。 英格兰之所以成为宪政之母,秘密就在这里。 美国国父们和十九世纪中叶的自由主义者之所以反对一切权力归下议院,原因也在这里。 不过,布莱尔工党政府已经在1999年完成了针对上议院的最后打击。 此后,联合王国混合限制的成分已经所剩无几,跟女王陛下一样,主要作为象征而存在。 在宪法意义上,21世纪的英国可以视为单一人民主权的国家。 只有到这时,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差别才真正消失。 19世纪的英国人最喜欢嘲笑法郎。 相对于英镑的200年坚挺,法兰西列王和共和国的通货膨胀记录最直观地证明了英格兰限制的优越性。 英镑坚挺是纳税人,有产阶级切实行使宪法权力的证明。 法郎软弱是励志国家滥用权力,等于公共开支失控,的自然表现。 无论开支理由在于战争还是福利,绝对权力来自君主还是人民,财政保守主义的失败就是宪政的失败。 从这种意义上讲,一战后的西方世界已经步入宪政退化时期。 二战和冷战大体上加剧了这种趋势,凯恩斯主义或其他名义的扩张型财政只是限制退化的经济症状而已。 在极端情况下,拉美共和制的工资物价螺旋升级导致一年百分之数千的通货膨胀。 英国即使在卡拉罕政府的灾难时期也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但它仍然走在同一条道路上。 这条路的终点是拉丁式励志国家,日益庞大的行政官吏集团为自己的利益治理国家。 国会日益退化为歌舞季表演,只能对官吏制定的一揽子立法行使完全批准或完全拒绝后者意味着提前大选的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国会与官吏的关系酷似十九世纪国王与国会的关系,前者仍然享有一切理论上的权利, 但由于长期疏离于政务,已经不敢冒险否决后者、实际施政者提出的任何计划。 埃及人、波斯人以及所有东方人对励志国家都不陌生。 东方帝国一贯的财政方列就是不断降低的货币成色和劳动密集型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 东方各国经济倾向于退化为以物易物的钱货币经济,正值易受希腊人、罗马人和欧洲人的奴役,照应于此。 罗马在帝制晚期也表现出同样的症状,最后的元老甚至将哀叹东方专制的腐化变成了例行公式的修辞格式。 他们在议论和缅怀中牵沿时日,直到满族破关拦入。 这时,勇士产生君主,战利品产生财产,战士共同体产生政治共同体,首领、长老和战士自动变形为国王、贵族和国民,历史重新启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